歡迎收看 姐妹看起來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的 好咖代表團 首先歡迎吳浩生 哈囉 再來歡迎我們的李又汝 哈囉 好 我們這邊是 宇安 謝金怡 來到我們浩生哥 又有新作品了 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第一次來節目 這是我們民視的八點檔大戲 愛的榮耀 謝謝 這公司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這次啊 稍微劇透一點點好了 還沒出現 剛出來 剛出來 可是觀眾可能 還摸不著頭緒 還搞不清楚 對 搞不清楚我是幹嘛的 對 以為我是一個龍流鏈子 會在家裡面煮菜的老頭 是嗎 是彩茶的耶 以為是彩茶的 彩茶 以為是彩茶的 對 其實我是個老狐狸 是啊 太熟了 性如人生 對...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鎖定 明明是最新八點檔 愛的榮耀 愛的榮耀 我說老梁 你看現在好熱鬧 到了年底 日子過得很快對不對 對... 大家就開始要排聚會啦 要幹嘛 真的好忙喔 時間都喬不過來耶 真的啊 對啊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這個困擾 為什麼 也對啦 跟你一樣 不過這邊有一張圖表 上面有列出一些網民 非常討厭的聚會行為 讓大家看一下有沒有這些 這是什麼 你看不去不就沒事了 對不對 有人一直滑手機啦 講冷笑話 說好要來又吃連 對啦 或是遲到早退之類的 是 付錢就裝醉或尿燉 那就不要去嘛 對不對 對啊 除了這些之外 你們還沒有碰到一些不一樣的 老吳 有辦過婚禮的人就知道 多辛苦 太多瑣碎的事情了 太多瑣碎 然後這個應該要請 那個不應該要請 對 然後打電話給朋友 然後朋友說 你要鐵子給我喔 然後還有... 不是 人就是這樣很奇怪 你不給他 你不給他說 幹嘛結婚不發給我們 不是朋友啊 然後你發給他說 好危難喔 很難... 最需要一個好的婚禮顧問 真的 很難... 很難... 你制錄得很自然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是真的很難 然後幫你太多 阿莉阿渣的事情了 是... 你要恭喜一下 對 恭喜... 到時候要炸一下 要... 沒有 後來人家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想啦 除非那種 什麼師長貴人 那種一定不能忘之外 對 其他朋友圈你就想說 最近這兩三年 我們還有再往來的 你就發 如果已經五年 十年 都沒有聯絡了 你突然發給他 又很奇怪 很奇怪 對 所以老吳那時候 有發生什麼狀況嗎 我那時候 我記得 對... 就是前妻桌 可以擺這種桌喔 我只要聽過前女友桌 沒有聽前妻桌 對 因為我們以前拍戲 他有很多前妻 我有很多前夫 所以我們就一起演過 都是演過他前妻 藝人朋友做一桌這樣 對... 那一桌都是我的前妻标誤會 連妹姊 都是屬於我那桌也 也是前妻标誤會 對... 感覺很棒 好帥喔 而且我那前妻裡面 最資深的 就是向娃姐 好有創意喔 向娃姐 你的Range真的很大 我從二十歲到... 都有 那當然這些都要請來啊 對啊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向娃姐說 娃姐 我好生啊 我要結婚啊 完全不記得我是誰 真的喔 所以是那時候拍戲時間比較短是不是 應該是說 相隔了一段時間 是... 對 可是因為老於去過我就知道 對... 我那個飯店他滿厲害的 所以他一個人的成本 大概要三千多塊錢 沒錯 一定要 因為你說五星級飯店 五星級飯店 大概一桌... 一桌就是要三萬塊起跳 對 那你想想看 你自己仔細想想看 一桌就坐十個人嘛 對不對 也不可能再擠了 一桌就十個人 成本很清楚啊 成本很清楚 一個人成本多少 三千塊 起碼你要打平就是三千塊 對 對 那加上那個飯店 它的桌位有限 總之就是 所以我們就一直打電話 跟人家拜託 是 拜託你可不可以來兩個人就好 位置要算清楚 不要太多耶 而且要確定 來不來 對 其實不是怕虧錢 是... 沒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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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碰到有朋友 就... 席家貸卷 要求... 就拜託他們 就說可不可以兩個人來 說我們來幾個人 我們會包多少錢 我們心裡面很清楚 你現在怎麼樣 你看看我們沒有是不是 有 好尷尬喔 很尷尬 後來沒辦法 最後他們一家來的四個人 包了三千塊錢 什麼啊 他等於三千塊錢 他等於現虧九千 對 好空氣喔 換我了是不是 你以為要費錢嗎 你還在想... 還在想婚禮顧問的事情嗎 我還在想說 這麼麻煩 到底還要不要犯 太麻煩了 要犯啦 一生一世一定要犯 遇到對的人 那魂就飛出去了 要犯... 我個人是比較害怕 在婚禮的狀況之下 遇到一種人叫做 我都還沒有開始吃 他就開始先打包 對 因為我很常 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在胃上 其實有的時候 你不會一直坐在胃上吃 一定會隔壁座 有認識的朋友 然後說對我們就是可能 演藝圈大家肯定 你不會是有A桌 只認識A桌的 一定會是ABC這樣亂串 那有可能你可能串了 三四道菜都還沒回來 結果那個人就以為 你可能不見了 他就把你餵上菜可以打包了 然後我們就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是大家同桌的 然後那個人就熱愛打包型 他就會開始... 看到那個人離開之後 他就會虎視眈眈 吃了自己的碗裡 看著別人桌上的這樣 一直看看他到底去哪兒 他有沒有在現場 旁邊那一位人士 只不過是旁邊喝酒 然後沒有那麼快地回來 然後他就幫他打包好了 結果那個人可能喝了 有一點點小小的就是微醺感 然後回來的時候 肚子餓了嘛 想要吃東西了 結果坐下來之後 發現自己桌上的東西不見了 然後旁邊都有 然後他就有點美頌 就想說是誰把我打包走 結果沒想到把人家打包那個人 居然不講話耶 直接安心 知道嗎 直接當下就想說 因為他已經給人家打包 他以為他不在了 然後他就開始自己吃自己了 然後開始看旁邊 就是裝沒他的事 好尷尬 當下我們大家一桌 其實不是說每一個人 大家都非常熟 就是也是 可能大家同時 大家都坐在一起 然後聚會聚在一起 然後看到這樣的狀況 你也很不好意思說 是他打包的 那就很尷尬 對耶 那優如聚會 會怕碰到什麼樣的朋友 我最害怕碰到兩個人 可以直接指明到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這都是很開放 那是黃文欣跟傅子純 他們很喜歡拿我腿出這件事情 來開玩笑 那一次就是文欣哥 他就 好像子純哥先跟我講 他說 李耀如 昨天那個八點檔播出 你看了沒 我說沒有啊 幹嘛 我這麼忙 怎麼看 他說趕快回去看YouTube 我說好 然後過不久 文欣哥一跑來 李耀如 昨天那集播出 你看了沒 我說到底幹嘛 怎麼了 然後最後連那個郭忠祐 都來跑來跟我講說 李耀如 昨天那一場播出 你看了沒 我說到底哪一場 他們就直接現場 就滑那個YouTube給我看 原來是文欣哥自己改台詞 原本的台詞是說 我這個角色差點被賣去東南亞 然後文欣哥的角色就要說 為什麼要把他賣去東南亞 然後可能另外一個人就說 不知道他可能是學誰誰誰 這樣子 本來的台詞是這樣 就文欣哥就臨時起義 然後並且逼同場的郭忠祐 也要照著他的意思講 已經播出了 然後那場他說 為什麼會想要把那個 李可欣賣到東南亞 應該不會是 東南亞的人都喜歡 下盤比較穩了吧 你不信耶 然後他改完台詞之後 對 然後郭忠祐就回 他還逼郭忠祐要講 郭忠祐回他說 你不知道嗎 在東南亞這種都是極品 好壞喔 都播出來了 播出啦 他播出才跟我講 然後他超開心 超興奮的 叫我一定要去看那一場戲 好壞喔 超級壞的 超級壞的 然後最後也是連子純哥 都跑來說 昨天那一集那麼看 你剛剛的故事一講完 我們都好奇 你的下盤到底怎麼了 趕快遮一下 趕快遮一下 沒事 很好 這麼討厭 我真討厭 對 而且我剛剛聽到婚禮 我就想到我遇過一個狀況 其實在婚禮的時候 我很怕那種喝酒喝醉 會糟糕的人 真的 會 就很盧 對 鬧場 而且又這麼多人在 對 而且你知道 很多人的個性 是那種人來風 你平常你跟他私底下聚會 他酒還不會喝那麼快 對 喝那麼猛 可是等到那種尾牙 或者婚禮的那種場合 球面前的時候 對 他就很習慣會巡迴演出 搞得好像他是新郎新娘本人 敬酒 在敬酒 對 就新郎新娘還沒有出場 因為就是大家都到了 但是還要等 等他們出來才開始吃 對不對 所以呢 新郎新娘還沒出來 但是酒已經在桌上了 桌上都已經有酒杯了 他就開始說 來...我們先喝... 還沒吃就這樣喝 然後威士忌 然後你這桌喝威士忌 來 喝威士忌 你這桌喝紅酒 來喝紅酒 混酒 就開始混喔 天啊 然後很快的 在新娘第二套衣服的時候 我那個姊妹就已經在我旁邊 趴下睡覺 第二套衣服她已經倒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完了 洗澡... 因為她倒得很早 所以她還沒有爐 可是問題就來了 當擅長的時候 我總不能把她丟在那裡 扛不走 我要把她運走啊 對不對 我就問她的那個伴侶 我說你們飯店有輪椅嗎 有 聰明 有 絕對有 有一些老人家 行動不變 然後其他男生我覺得 大家都喝多了也不好意思 我說有沒有輪椅 他說有 好 有輪椅 我就把我那個朋友呢 把他弄到輪椅上面 然後我就往外推 可是你知道當婚禮的場合 最外面那個一定是新郎新娘 端著那個床 在那邊送課 對不對 然後他們看到我說 瑀恩來...拍照... 我說 好 然後我就把我朋友 推...推到旁邊 我想說他就在旁邊 那妳就把他推到手扶梯 推下去 我想說 然後我就想說 好...來 我就把他推 推在旁邊嘛 那我就去拍照嘛 然後結果呢 就會有很頑皮的同事說 那誰...為什麼在這裡 來...一起拍照 然後就把他推...推到西位 還西位 好主角了 妳就看到一個人 那個...我跟你講 那個照片很好笑 妳就看到一個人 坐在輪椅上然後這樣 吉祥物 然後新郎新娘坐... 站在他左右兩側 天啊 然後其他人再往旁邊 好可怕 就留下這張照片 而且還沒完喔 然後呢 我們這一團拍完了對不對 我們要走了嘛對不對 我準備要把他推說 他就跟... 他就跟吉祥物一樣 他已經變新郎新娘的那個 新娘... 新娘所有的照片都站在他後面 好尷尬 他就這個樣子出現在每一個人的手中 很久耶 對啊 他就說... 趙女兒妳為什麼沒有把我推旁邊 為什麼要把我放中間 我說沒有 是那個誰誰誰把你推到那裡的 他就打電話一個一個人說 把我的照片放到FB 你們就死定了 所以後來照片沒有曝光 真的啊 可是真的妳就覺得在那種場合 你喝多了是真的太失控了 真的 沒錯 那酒量有時候 幹嘛瞄我... 幹嘛瞄我... 幹嘛瞄我 老吳酒量很差 真的啊 好幾次講 我酒量是出名的好 一杯就再見了 殺青酒那個啊 對... 老吳剛剛說嘛 我就很調皮嘛 是 然後我就想說殺青酒 給大家開心一下 所以我就表演了一個絕招 就三秒下掉三杯紅酒的絕招 這什麼絕招 Shark 對... 好驚人喔 後來... 後來老吳就生氣了 我老吳你還... 還...三杯酒還在那邊給我搞 來 就一瓶紅酒 到我前面 一口氣喝掉 要你 你喝完了 你酒量差乾一瓶喔 對 真的一瓶 這次我們就拜拜了 對啊 真的一瓶 一瓶下去之後 立刻就關機 我跟你講 你關機我們都沒關 因為他... 我們後來還算拖 就是把它就是拖... 拖到... 拖到另外一拖 怎麼拖也是用人椅推到西位 對... 好像男生扛他 然後就坐在一張椅子上 然後他就從頭到尾坐到那邊 然後也是... 然後女生經過 就打他一下... 他也搞不清楚 對... 你臉都腫了 真的 完全沒有知覺 然後醒來... 這天花板 跟剛才不一樣 對... 已經換另外一個地方了 換另外一個地方了 到一個餐廳去了 而且你知道你有簽名嗎 我是後來才知道這件事情 你知道你怎麼簽名的嗎 我不知道 導演牽著你的手 幫人家簽名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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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餐廳裡面 你知道 那簽名啦... 你就沒有力氣啊 就是... 然後導演就牽著你的手 幫人家簽名 太困難了 因為在很多年後 然後人家說 要去那家餐廳 那家餐廳很好吃 那家居酒屋很好吃... 就去那個地方 然後老闆娘對我很熱情 我想說... 好... 第一次見面好像有點熱情 過了頭了這樣子 吃完吃完就說 弟弟我可以一直比 來 簽名...再簽一次 再簽一次 然後他講到... 有你的... 有我的簽名 有我的簽名 你後來看到那個簽名 才知道你簽過對不對 那是你的嗎 你覺得是你的嗎 是... 但是... 筆跡有一點不太一樣 有點潦草 對...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來過這個地方 浩生哥這個還算... 對不對 因為他喝完他就睡在那邊 他沒有打擾到別人 很多會發酒瘋的 真的是不得了 你都不曉得他到底是 真罪跟假罪 對 因為有時候公司的活動 譬如說我們就坐在旁邊 就吃... 然後大概到中後段的時候 就突然有那種 別的部門的長官 就會晃過來說 我常看到你啊 什麼...對不對 然後講一講... 講一講的時候 我跟你講 手就上來了 手就上來了 然後我... 他手上來的時候我心裡想說 這是真罪還是假罪 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判斷 然後尤其是大家又是同事 又是長官 當下你把他手拍掉 或者給他一個拐子 好像也都不太禮貌 很尷尬 所以到後面呢 我就想了很久 我就最後我就說 什麼...長官 你看 那邊老闆正在找你耶 我就把那個... 他在這裡囉 我就...他的手不是在我這裡嗎 我就從這裡抓著他的手 然後我就把他扛起來 他就在我這裡嗎 蠻子的概念 對 我就把他整個人頂起來 因為他坐著嘛 我們兩個都坐著 他的手搭在我這邊 所以他的腋下是在我這裡嘛 是... 我就手抓著他 然後這邊腋下把他頂著站起來 他平時我就... 還說 這是過肩摔的一個前置作業 在哪裡 那裡 我們去敬老闆 因為他端了酒杯 我就抓著他 我就一起去敬老闆 然後就站起來了 對... 對 然後就人比較多 然後他就會比較收斂 不好意思 我可以感覺到他手自己要收回來 那妳還抓住他 對啊 沒有...當然沒有啦 他扛起來到老闆那裡的時候 他手就返回收了嘛 因為他這裡很痛 女星聚會被騷擾 公開喊話要出手 我老公他那個... 也需要去應酬嘛 是 來...坐這邊... 來坐哥哥旁邊 坐哥哥 對 手就打上來了 然後我說完蛋了 還好 那個時候我老公沒出手 我老公那時候才出手 對 老公啊 真的 要早點出手 那妳就先出手 對 到老闆那裡的時候 他手就返回收了嘛 因為他這裡很痛 他快脫酒了... 嚇死了 我說老闆 我跟你講 剛剛那個長官說 他好想跟你喝酒 來 敬老闆 好聰明喔 對 謝謝老闆給我們這麼好的薪水 我們會更加努力 來 敬 漂亮 身東即西這樣對不對 我後來發覺 這樣的脫身比較不傷場面 之前我有聽李佩貞講過 李佩貞不是活動女王嗎 很多活動嘛 他說難免那個廠商就要上來合照啊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說現在下台主桌要敬個酒啊 難免的嘛 對不對 他說他都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他的手都放在前面 除了保護前面之外 因為後面沒辦法了嘛 對不對 後面也沒什麼嘛 對不對 這樣子之外呢 如果他是這樣子過來的 他這樣子的話 他這樣子可以擋 如果他是從這邊來的話 他這邊可以擋 所以他的手都一直是這樣 可是這樣不好看啊 因為我以前在啦啦隊 沒有 他有的時候可能是這樣啊 恭喜... 恭喜... 謝謝老闆 在啦啦隊的時候也會遇到這樣 就國外球員比較就是... 熱情 熱情一點 對 然後我們都會這樣 直接是這樣子 這樣子站 你這樣站別人就都弄不了你 你這樣站別人就都弄不了你 他如果要收你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如果在這邊就是 真的 不管誰要跟你拍照 他如果拍的字幕就是這樣子 他如果這樣就好這樣 超好用 告訴你 就交給大家 真的 以後都這樣 對 這幾張呢 提供給李佑茹 我真的需要 非常需要 有被受騷擾過 就是酒後的... 是 因為有很多時候就是... 我老公他那個... 也需要去應酬嘛 是 然後他們公司會有春酒 會有尾牙 然後有一次就是 老公就帶著我去跟一個廠商 就是敬個酒 就要謝謝你們這些年來的照顧這樣 就是不是真的廠商要喝醉了 還怎麼樣 他一看到就說 妹妹啊 你好漂亮喔 來...坐這邊... 來坐哥哥旁邊 就變哥哥了 對 就變哥哥了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這怎麼辦 然後我就看我家我老公 然後我老公就想說 好 沒關係 你就一絲一絲像 稍微坐一下 然後反正我就... 我就自己就下去我就坐 然後我就謝謝... 然後就喝 不然就... 就搭上來了 手就搭上來了 然後我就完蛋了 然後還好那個時候我老公... 你老公沒出手 我老公那個時候才出手 對 老公啊 真的 要早點出手 要這麼晚出手 好不好 不然你就先出手 你再不出手 我就要出手囉 對 然後後來... 後來那個廠商就過來說 哥 就不要這樣子 我老婆... 這我老婆啦這樣 然後才把他推開 然後說不知他真的醉了 我就趕... 我老公就趕快把我帶走 就帶回去我們原本的位子 那廠商就開始在吆喝 整場吆喝耶 就... 欸 剛剛那個妹妹咧 那個...很漂亮的那個妹妹 叫她過來 叫她過來... 好可怕喔 我就你知道從頭到 我就這樣子這樣子 就帶著我... 躲在外套裡面這樣 穿著我的外套這樣躲起來這樣 吃我的東西 好害怕被他找到 經過那一次之後 下一次 我老公就再也不敢喝醉了 因為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喝醉了 我老公被灌醉了 然後他就倒了 那倒了怎麼辦 我不能睡啊 因為我要照顧他 就我老公醉了 我要照顧他 殊不知他身邊那些其他的廠商 就又來就是想要勾肩搭背這樣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老公醉了 完全沒有辦法找人 沒有人救我了 沒有人救我了 我也沒有...我也不知道怎麼自救 因為我很怕我就是一個... 一個繁瑣拍 這個Case就沒了這樣 對 所以我就...我就...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 就是用這一招了嘛 就只好這樣 對...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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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不要這樣對我 沒有啦... 你下次要帶... 帶父子純跟黃文欣去啦 會不會更慘 他就會開始... 妹妹啊...妹妹 妹妹在這裡啦 妹妹在這裡啦 妹妹在這裡... 在這裡找他啊 對不對 後來...後來還好 我老公他同事就來接我 對嘛 對 他就來把那個客戶帶走 我有遇過那種裝醉的 就很明顯 就我們男男女女以前 在啦啦隊的時候會去唱歌 然後就想說 通常都是朋友的朋友 我找這個朋友 然後她也找別的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去 然後去的時候通常呢 有一些女生其實你不會那麼熟 但是通常就想說 唱歌大家可能會比較活絡一點 反正整個局下來都好像很開心 直到呢 到了最關鍵的 那個服務員來的時候 就會問說 包箱有要再續嗎 還要再續嗎 我們剩半個小時喔 然後你就會發現 我們不要續了 覺得不好玩要走了 然後那半個小時非常的重要 你就會發現有的人呢 就開始裝醉了 那半個小時那個速度很快的 前面都還在那邊 三天 三夜 三個半夜 還很開心喔 然後那半小時 來完之後呢 你就看他開始這樣 好累喔 然後開始這樣 什麼 換你的歌了 沒辦法唱啊 就開始這樣子了呢 想說喝酒喝多了 可能就是開始不舒服了 也有可能嘛 就發現不是 是要來收錢了 他沒有要付錢的意思 然後我們才發現說 他開始在裝醉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想要負擔這個費用 然後我們可能來就說 那人頭六個七個 八個 八個那我們就除以八 那大家分享 因為也不是說 什麼男女朋友或幹嘛的 就朋友分享 OK 他醉成這樣子 然後也沒辦法拿出錢來 然後男生看得也很尷尬 大家都不太認識 所以最後也只能說 不然 那我們男生付就好 你們女生就不要付了 就講這樣 就很大氣地講這樣話 那我們也很尷尬 就說沒關係 現在就多少補貼點 然後等到男生先離開之後 你就發現那女的說 要再去哪裡啊 厲害喔 你就發現好厲害 這個是怎麼回事啊 就是怎麼可以快速地變得這麼多 就前面你會發現 他就是裝醉的過程 非常的有趣 然後一次之後 你第一次發現之後 你發現他的招數都一樣 所以以後後面之後 你會發現他就是這個招數 他是演員嗎 演得很好 對 可能是被就是 舞蹈耽誤的演員 好適合 歡迎加入演藝圈 對 很適合 先加入演藝圈 後來就不太敢找了 而且說到這種唱歌的場合 我想到一個 就是像我幾個朋友 他們每次到跨年的時候 大家都說 那跨年外面都人幾人嘛 乾脆我們就約一個KTV的包廂 那你也知道 那個時間都很短 所以喜歡唱個人 就趕快唱麥克風啊 搭唱啊 一開始就在那邊嗨歌啊 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三天三夜之類就來了 後來呢 我有一個朋友 就帶了一個他的男生的朋友 那個朋友我們不認識 他說我這個朋友 跨年只有一個人啊 太孤單了 我帶他來熱鬧一下 我說OK啊 沒問題啊 大家就一起唱歌OK啊 然後前面我們就在那邊嗨嗨嗨 然後那個人呢就在角落 我就想說 他可能跟我們不熟 所以他就害羞這樣 我就說 沒關係 你想唱什麼就插歌 你就...你想唱什麼就插播嘛 對不對 然後你放輕鬆 把這裡當作你自己的家 你就開心就好了這樣子 放輕鬆 然後我就把它推... 推到那個點歌機前面 然後呢 一開始他也不好意思點 我就說快...趕快點... 接下來呢 你就看他頭沒有抬起來 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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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背起來了喔 沒有... 他就是按著快點 而且全部插播 對...一直插 每一首歌都插 然後問題就來了 他插的每一首歌都是杯歌 什麼 想嗨都嗨不起來 對... 對... 他點的每一首歌都是杯歌 什麼...什麼傷心酒店啊 分手快樂 對...分手快樂 好慘喔 什麼...你家可是別人什麼 真的Anyway就是... 對... 五月天不是有一首 傷心的人別挺班歌 對啊 就在之前還有一首快的 他就一直唱 因為他都一直插播 所以他的歌一直來... 一直來... 後來大概唱到四五首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 帶他來那個朋友 就死眼的時候說 處理一下 插得多了一點 我說這是你朋友 我的心裡就想 可以了 先休息一下 好可怕喔 因為主要是那個氣氛 本來剛剛已經High上去了 對 突然全部都盪下 後來我那個朋友說 那休息一下... 換別人唱這樣 吃著水餃牛肉麵嘛 換人家唱一下 結果麥克風一拿下來 他作為他的位置 他開始哭了 一直哭... 而且是哭出有聲音 男生喔 男生...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很不好意思 他說 他剛失戀 好尷尬喔 我心裡想說 失戀跨什麼年啊 對啊 你就這下好好的整理你的情緒啊 然後結果大家 你知道 全部的就這樣 然後我那個朋友說 沒關係 那你們就繼續唱 大家繼續 剛剛那些歌啊 繼續唱啊 什麼... 霉飛色舞點啊 什麼... 一個男的在旁邊哭到有聲音 我們怎麼霉飛色舞 沒有 沒有 他哭成這樣 你害眉飛色舞 顯得你有多殘忍 對啊 所以我都想眉飛色舞 對啊 我心裡原來想說 拜託這... 好歹這些都是你不認識的人 然後又是這麼歡樂的場合 你來不就把場子給砸了嗎 對啊 所以我就很怕那種熱鬧的場景 然後有一個失戀人在那裡 我覺得也很尷尬 剛剛他的那個場子砸了 是軟性的砸 有個真的是 啪啪啪啪的 那怎麼辦 因為喝了酒了 難免會有這樣的事情啊 很可怕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遇過 就那時候我是就社團 社團大家會就是結束的時候 可能懲罰結束 會去可能熱炒店吃東西 然後通常就是大家認識的話 通常社團很多人都會談戀愛嘛 那就是會有男女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去 你也就是覺得說 他們就是在一起也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坐那種長桌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 然後就吃吃吃吃也沒想太多 就突然間聽到旁邊那邊有人在罵 本來以為是別人 看了說自己同一個同桌的 才發現說奇怪了 不是男女朋友嗎 怎麼突然間有一個人 直接拿著放球棍來 直接砸桌 就直接砸桌 直接砸桌就直接說 你跟我們一起去哪裡 就類似講這種 就是比較 就是你心裡想說我在看 感情糾紛就對了 我想說我在看八天島 怎麼會突然間有砸桌這種部分 而且內偽 對你本來想說 可能他們兩個不是男女朋友 因為社團大家都知道 不就是男女朋友 怎麼還會有一個殺出來 就才知道說原來他們已經分手了 然後當下他就直接說 你自己出來是哪裡是怎樣 當我們大家全部都空氣就對了 我們大家明明就一起出來 然後他就覺得他們兩個 就是單獨的 其實都有點小喝酒了啦 就是有醉意的概念 然後就直接放球棍 就直接砸桌上的酒瓶 這種狀態 然後想說也太嚇人了吧 很可怕 然後那男的也不甘示弱 就說你明明是對不好 之類的就直接 就嗆過去了 就超可怕 然後老闆娘也可能是很常 遇到這種事情 立刻就趕快打電話 不到三分鐘 警察就趕快過來了 因為當下那個場面已經一度 快要失控 你就看到那個社團的妹妹 就直接護著她男友 就說你不要這樣 然後你就不怕 原來是都這樣演了是不是 所以妳那時候就立志說 以後我要演八點檔 就這樣 要的話就要來逼真的 就酒瓶都要幫我準備好 千萬不能夠少這樣 你就會發現好可怕喔 五號生人生第一潮期 開心聚會 結果更慘 經濟約 然後包括情感 都在一個月之內 就突然就結束 就主持了一個 醉生夢死幫 都是我買單嘛 天啊 半年應該破百萬 我的天啊 就真正的這種是直接槓起來的 因為喝了一點酒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 是有點酒意的家長 就是壯膽這種概念 所以你可以直接 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當下場面是一發不可收拾 超可怕的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那種不熟的朋友 然後要聚會 其實我會覺得很尷尬 對 我就遇過一次這樣的狀況 就是我一個朋友跟我說 我有一個客戶 他好喜歡 好喜歡你 他跟你買了好多東西 他說我們今天晚上要吃飯 你有沒有空 你可以來打個招呼這樣子 他很喜歡你這樣子 我說好啊 那我剛好有空檔 我就去那邊算吃個便餐這樣 結果我一去呢 大家剛準備入座 他說來...我們來做... 那不然這樣 梅花做好了 好尷尬喔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一聽到梅花做 我的臉就垮了 我說我心裡在想說 梅花做我是飯局妹嗎 對啊 為什麼 我就說不要吧 我坐你旁邊就好了 他說沒關係啦 他把你當偶像 來...偶像坐你旁邊... 偶像坐你旁邊... 我就把我推去那個人的旁邊 坐下 這真的不行... 對 然後整場 我就沒怎麼講話 我就吃...趕快把自己吃飽 後來中間上廁所 我去上廁所 他跟過來 他說 你平常吃飯不是這樣啊 你今天怎麼這麼安靜 很不好玩耶 我說對啊 平常我們坐的位置也不一樣 對啊... 對 我說平常我們不是梅花做 而且不會有陌生人坐我旁邊 沒錯 有時候就是有陌生人 他看過你演喜劇的時候 講個笑話... 對啊 很乾脆啊... 很乾脆啊 對啊 演一段... 你不是很會演 對啊... 我現在也不錯 你平常不是很活潑嗎 不是很好笑嗎 我就想說 我吃飯我幹嘛 對... 還會叫你演壞女人的 對啊 你平常這事都很會演啊 所以你都會幫我聽聽看 這怎麼弄啊 我跟你講這種聚會 討厭的狀況真的講不完 講不完 但是大家可以標榜一下吧 自己其實是一個聚會的好咖 對不對 其實我現在會變得跟小良哥一樣 怎樣 不信那花錢的聚會是有原因的 因為就是曾經歷經了一段 不堪的過去 就是我的工作啦 經濟約啦 然後包括情感 都在一個月之內 就突然就結束 不知道卡到還是什麼 不知道 老天爺在考驗你 真的... 然後那段時間 你就真的只想要死而已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然後每天把自己 埋到那個棉被窩裡面去 然後朋友看我這麼難過 就組成了一個 每天都喝酒 聽起來怪怪的 每天都帶我出去玩 他們工作就是帶我出去 醉精迷棒 對 不醉不歸 聽起來這不錯啦 好開心耶 對 剛開始真的就是都是巴哩巴哩 非常好的朋友 有男女有女 三四個人這樣子 也不是去什麼奇怪的地方 就去唱歌而已 是 就去KTV而已 就是去那個地方喝酒唱歌 然後讓你開心 可是每天這樣也要花錢啊 對 而且最可怕的是 這個醉生夢死方 它會越來越大 太壯壽 越來越多人了 越來越壯壽 對 為什麼 因為都是我買單嘛 天啊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 讓我開心嘛 對不對 所以你買單 不是吧 可是你工作不是沒了嗎 經濟工程不是你 對啊 你不是沒錢了嗎 小時候不知道 確定這是好友嗎 小時候因為那時候 剛開始拍八點檔 突然間你的財富 突然間累積了 對... 對... 突然間你就覺得 不好意思 你們今天帶我出來玩 那我買... 我買... 天啊 那這樣大概... 那時候我還太小 撇了多少 大概就好 我粗估了一下 半年應該破百萬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頭期款都有了耶 應該是破百萬 而且是你看到戶頭裡面 空掉了之後 再嚇一跳 才開始回想 天啊 才五六個月的時間 真的是醉生夢死耶 它完全沒有 不行耶 那這樣就算了 你真的才會認清說 哪一個是你的好朋友 真的啊 真心的 對 因為幾次了之後 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A就會來問我 就說 那個B說 他跟我講說 昨天那一攤是他付的 怎麼會這樣 可是我就記得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誰誰誰 從你的皮包裡面 掏出來就跟他說 不是他的啊 怎麼會這樣子 好爛喔 完全是看清楚耶 看清楚 對 後來我就用了這一段時間 用了半年的時間 看清了一些人 是 認識我之後 就沒有這種人事 對 但是他那時候也是一毛不拔了 對 有學到教訓啊 對 對 所以那時候去拍戲 就坐你的車嘛 對耶 對 那這樣聽起來 我算是聚會的好咖耶 我是很喜歡 因為我摩羯座的關係 我很喜歡做計劃 就今天要找誰跟誰吃飯 誰跟誰能不能一起吃飯 這很重要 找什麼餐廳 每個人的口味是怎麼樣 我有時候真的很認真的說 就是我知道說 這真的耶 我就說很用心 我有時候想去吃這家餐廳 我就說好 那我找個時間 我就先去吃那家餐廳 大概知道說這家餐廳 點什麼菜 沒有雷 什麼東西好吃 怎麼樣點最省 我會先去試菜 對 而且不只這樣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所以每次 只要聚會的時候 大家對我都會有很多的問題 有什麼疑難雜症 那個 你那個做電視購物的 你應該什麼東西都知道 問你最準 我就會變成 除了大家在聊八卦之外的 情報戰獎 沒錯 所以聚會啊 其實真的是那種分享情報的地方 尤其是幫到宇安姐 一定是不會想要錯過 一定想問你怎麼樣 可以變漂亮啊 什麼方法的 對 每個人都是 把臉弄到我前面說 你覺得我現在臉該做什麼 你覺得 對 你覺得我這個 腰內肉怎麼辦 每一個人就開始會 把這些問題全部來問我 然後其實每一次吃飯 我最常被問到 就是我常常聽到很多 阿妹啊 你就是年輕的 都會說 宇安姐 你點的菜好好吃喔 我說那趕快吃啊 可是我不能吃 我最近褲子緊了 對... 然後再把我說 這一家調酒很好喝 你們一定要喝調酒 不行 那個熱量好高 一體麵包 對 所以到最後我都說 好 你不吃是不是 好 那姐姐吃... 你不喝是不是 好 那姐姐喝... 反正都點了啊 不吃不喝怎麼可以 他們就會說 姐 妳都幾歲了 妳可以這樣吃嗎 我心想說 會不會聊天 所以她就說 姐 妳到底是怎麼樣呢 妳教我們啊... 不要... 只有妳漂漂亮亮的 我們都跟豬一樣 我就包包就拿出來 就每個人發個兩顆 我說... 我說真的 年紀有了 真的要懂得保養 妳要有一個幫手 可以讓妳可以放心吃 又不用擔心那些變化 大大S號 M號 L號 不用擔心這樣的變化 所以呢 每次大家在問我說 我就說好 不藏私 我今天也帶來跟大家分享 來 太棒了 我們的資深偶像 不敗的購物天后 美安姐 是 到底要用哪一盒 讓大家變成聚會上的人氣王喔 那當然就是這一盒 我們的 然後我都叫它 我幫它取一個外號 我都叫它 對... 它最厲害的就是可以讓妳 再做著什麼動作 都沒有做的樣子 但是呢 真的假的 那個是很厲害耶 它就是兩條線 妳手要撐著 全身要用力喔 因為它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幫助妳呢 拉高妳的代謝 是 就連妳睡覺的時候 它也在把妳的代謝往上帶 對 然後更不要講呢 現代人都是沒時間運動啦 對 或者跟我一樣對運動過敏 一運動就起疹症 對 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有這種狀況 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運動的少 我們的代謝其實就會慢 慢 所以呢 再加上我們年紀的關係 所以妳年紀越來越大 妳的代謝就會越來越慢 所以妳就覺得很奇怪喔 以前像年輕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好像有點緊張了 褲子有點緊了 我只要一個晚餐不吃 就回來了 隔天早上起來就恢復原狀了 可是當妳年紀大的時候 妳就突然發覺說 奇怪 我也沒有吃很多 什麼衣服越穿越大件 甚至偶爾只是鹹酥雞 吃個兩塊而已 不得了啦 牛仔褲變緊身褲 兩塊嗎 不是晚上妳都叫個六百八百 會不會聊天啦 會不會兩塊... 兩塊... 對 可是自從我覺得 我認識小蘭跟遇到小蘭之後 我覺得她很明顯的就是 她幫我做到 對 等於說我24個小時 她都在運動的感覺一樣 所以妳就會發覺說 像最近聚會比較多 妳稍微偶爾放縱一下 是 吃多一點點 喝多一點點 妳也不用擔心 因為隔天早上起來 就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好開心喔 是不是 基本上呢 我的習慣是小蘭 我喜歡在午餐之前吃 小蘭是午餐 對 因為妳晚上吃 代謝會更快嘛 對不對 所以妳要讓她那個 可以代謝快的時間拉長 妳中午吃 她就可以從中午之後 的代謝都是快的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喜歡把小蘭 放在午餐之前吃 而且妳會發覺說 像挑品牌很重要 因為很多都覺得 好像每個品牌都有出這種 幫助管理的啊 可是到底要怎麼挑 我那個時候會選擇 他們家是因為我看到 韓劇女神孫憶貞 所以我是那個時候 最早認識她 是因為孫憶貞 喝他們家的膠原飲 對... 女神都喝他們家的東西 他們家的東西 表示是獲得女神認可 就同一家品牌的 對 品質應該都是OK 像它這個燃燒小蘭呢 它是跟韓國的健康管理中心 共同來做研發 所以我剛剛在講 我自己吃除了覺得 代謝有拉起來之外呢 連嗡嗡的感覺也會比較順 對 而且可以阻斷那些熱量的吸收 所以基本上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會覺得身體是沒有負擔的 是 然後另外最多人都問我說 如果感覺這麼明顯 效果感覺這麼好的話 那是不是裡面有加一些 有的沒有的 對啊 大家會擔心耶 成分的問題 對不對 成分的問題 我後來查了它所有的成分表 我一個一個查 是 全部 沒有添加西藥 那就滿天然的 所以你每天吃 因為畢竟你每天都在吃正常飲食嘛 對 所以你再加上每天的燃燒小蘭 它對身體是沒有負擔 沒有任何負面的問題 OK OK 可是這個小蘭旁邊 好像還有一個小菊耶 對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所以剛剛這個叫燃燒小蘭 對不對 它就叫燃燒小菊 對... 很好記 很好記 這個小菊呢 它處理的地方就不一樣 它處理的是從這裡 有菊 到這裡 因為我看過很多的 很年輕漂亮的女生 身材都會很像青蛙 就是手跟腳 四肢很細 都是細的 但是就中間這裡 你就覺得這裡也這樣 這裡也...就是你知道 狀況會比較多 妮仁姐其實很多中年男生 都是這一節 也都是這一段 都是這一段 都是這一段 所以它就是針對中段 來做加強處理 尤其是那種愛吃美食的 又常常坐著的 對嘛 不動的 站著要幹嘛 尤其現在真的很多的韓劇 都很好看 對 追劇的時候 對啊 下班就晚餐吃完了 就躺沙發 開始追劇 對... 所以你所有的東西都卡在 你知道嗎 都來不及待調嘛 對... 全部都卡在 尤其都卡在中間這個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在晚餐之前 晚餐前 這一個 燃燒小菊 剛剛講小蘭是午餐之前吃 午餐前 午餐前 小菊是晚餐之前吃 晚餐前 都是餐前 對...它晚餐之前吃 第一個 可以讓你覺得 好像胃口沒那麼大 然後再來就是呢 超級順暢 讓你覺得胃口沒那麼大 這個就很厲害了 對 因為通常晚餐 是我們一般人的最後一餐 所以最後一餐 重點是什麼 要讓它出去 對 因為你只要 讓它在你身體太久 它就是不斷地被吸收 這樣也不好 所以一個 一個讓你可以順暢地排出體外 太棒了 這樣子你就會覺得 身體是沒有負擔的 沒錯 讓熟齡之後代謝好 那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當然... 對 像圓安這樣子 太棒 今天真的... 真的是健康管理有層 她才敢穿這樣的衣服 沒錯 自信 我剛剛出門就在想說 要怎麼樣讓大家 看得出你的身世 對... 然後後來我就挖我女兒的衣服 這件衣服是我女兒的衣服 話中有話喔 連女兒的衣服都穿得下 太厲害 所以就是要吃也是要吃 但是你要找到對的幫手 你就可以享受口腹的自由 但是又不用擔心其他的問題出現 謝謝...余安 謝謝 太棒了 張書偉浪漫求婚 拿出這個讓人傻眼 就是說 不然我們去登記好不好 抽屜拿出戶口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推掉 戶口名不是戒指之類的嗎 上面就只有她一個人 然後她又說 這下面還有很多的空位 就是說如果有人要跨區就讀 也可以簽拿出我們 那又如呢 妳為什麼會是聚會好咖 我覺得我會是聚會好咖 就是因為 可是大家應該很怕被你生死了 被你吃垮了 我很會吃 這件事情我覺得在劇組 我可以成為擔當 對不對 我每一次只要吃東西 大家都會被我吸引 妳就覺得這東西很好吃 尤其是 平常很不愛吃東西的楚萱姐 妳知道楚萱姐只要跟我同一場戲 然後我們就一起坐在舒嬅間 然後我就說 楚萱姐這個很好吃 妳一定要吃 然後我就一直在吃 然後她原本都想說 好...我晚點在吃 然後就不會吃了 可是她每一次看到我在吃 她就會受不了 她就會過來看一下想說 什麼東西真的這麼好吃嗎 對 然後她就會被我的吃相引誘到 她就會去弄來吃 妳要不要來購物台上班 妳知道那個林道遠 因為我們在教會聚會 我們都會有Buffet 然後大家就是自己去吃 然後我每次一來 連林道遠都會看到我就會說 大家李佑如來 李佑如來 趕快去夾菜 因為妳再不去夾就會空掉 就會沒了 但我現在食量已經沒那麼大 道遠哥還是要這樣開我玩笑 道遠哥你到底憑什麼呢 你回來就對了 好帥喔 好帥喔 我個人是屬於那種聚會型 比較會屬於觀察的 跟宇安姐一樣 她是土象星座 很喜歡觀察別人 我很喜歡到一個聚會之後 會先觀察一下大家 看看每一個人的狀態跟習性 然後再開始 如果說今天這個舉 你會感覺到非常的悶沉的話 我就會屬於那種可以帶動氣氛 然後跟大家聊天 就跳一段拉娃娃 拉隊的舞蹈 對 拉隊就這樣 然後就叫給你們看 就是點歌就開始自嗨 不用帶酒精就可以自嗨的那種 就是屬於這樣子 然後如果說這個局 已經有人在嗨 你就幫忙附和就好 總不要有一個人在嗨 旁邊人都很冷的時候 你還不幫忙附和就會很乾 有一個人在嗨 你就要趕快幫忙說 對啊就是這樣子 你覺得對不對 對 就是類似這樣 你就會幫忙附和 我覺得是當這種 可以轉換角度的好咖 是很重要的 很棒啊 現在喜事連連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對啊 以後也沒太多時間在外面 也是啦 在家裡 而且大家很好奇 到底男方是什麼時候求婚的 就是某一天的晚上 我以為是生日的時候 我本來也覺得應該會是 但是沒有 就是某一天很突如其來的晚上 就想說 很突然 就說不然我們去登記好不好 類似講這樣的話 沒有一個稍微一個儀式 都沒有啊 然後我就直接說 鮮花什麼的都沒有 沒有 然後我就說這麼突然啊 然後講完之後他就說 要求婚對不對 對 然後就從衣櫃下來 從拿那個抽屜拿出戶口名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 不是戒指之類的嗎 是不是很突然 然後像是說 拿出戶口名簿之後就說 我現在還... 我去挑妳喜歡的戒指 就開始就要結巴 你知道嗎 就開始講說 他想...希望我可以 就是他說這個戶口名簿 只有我一個人 他就... 這個戶口名簿 上面就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又說 這下面還有很多的空位 這樣子 然後可不可以 你一起來把它填滿他 很多的空位 對 真的只有上面只有一個 是說如果有人要跨區就讀 也可以簽了 是什麼意思 對 妳要慢一點 對...就會一直這樣 不是 它有很多的空位 是說可以有太太 還有小孩的意思 對 可以是像這樣子 然後當下其實 本來一開始 第一句話冒出來的時候 還覺得有點緊張 想說怎麼會這麼突然 就是你所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當我們這種有儀式感的人 你所想像的完全不是 那他就有他自己的浪漫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好願意 然後他上面就是對記者就說 我們沒有哭什麼的 你說他嗎 兩個 雙方 就是記者問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 沒有 就直接帶過 然後我後來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說沒有哭 他說我不知道 我好緊張 就是他太緊張 就男生嘛 就保留你面子 他沒有哭 他是感動到流眼淚 不是眼睛在流汗 對 眼睛就流眼汗這樣子 真的啦 還是恭喜... 恭喜... 今天聽完大家的分享 第一集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參加聚會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要變成人家眼中的怪咖 對 想要成為聚會中的人氣王的話 記得看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記得掃QR Code 回答小問題 就有可能有機會 得到漂亮的方法喔 那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拜拜